大家好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击订阅,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 4月9日,解放军通过动用22架次运20大型军用运输,进行了FK-3防空系统的送货上门的服务,轰动了整个欧洲。 直到现在,西方媒体还在继续跟进着事情的后续情况。 4月30日,路透社的记者在报道塞尔维亚举行的一场军事展览中,酸溜溜地写道,塞尔维亚在炫耀其新得道的中国导弹。 据了解,在当天的军事展览上,塞尔维亚向民众展示中国的FK-3防空导弹、CH-92A武装无人机和中赛联合研制的飞马座武装无人机。 从塞尔维亚防空军的编制来看,一套FK-3防空导弹系统,包含六部四连装发射车,一部警戒雷达车,一部目标指示搜索和火控雷达、指挥车,还有技术维护车、机械维修车等。 除此之外,来自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装备也一起被陈列了出来,例如法国导弹、空客直升机、俄罗斯米格战斗机等等。 虽然当天陈列的各类武器都称得上是个中翘楚,但是人们对于FK-3关注度格外高,连亲自出席展览活动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棋,也对该系统不吝赞美之词。 对于塞尔维亚能拥有这样的防空系统,武器棋直言,是因为中国朋友给了一个很好的价格。 据塞尔维亚《政治报》报道,武器棋称,FK-3比同类系统便宜3到4倍,未来有资金的话还会买更多。 武器棋同时也强调,塞尔维亚引入该系统的目的,是为了威慑潜在的侵略者,以保护自己。 这等于是对那些曾造谣称塞尔维亚获得中国导弹,会对巴尔干半岛局势造成威胁的西方舆论,做出了直接且明确的驳斥。 塞尔维亚引入的FK-3是中国红旗22防空系统的出口版。 从塞尔维亚公布的视频和照片来看,除了涂装不同之外,在系统配置上,自用版本和出口版有不少区别,包括配套的相控阵雷达系统。 塞尔维亚通过装备FK-3防空系统,一跃成为了南欧防空实力最为强悍的国家。 FK-3防空导弹具备的100千米的射程,足以建立对于北约的威慑。 塞尔维亚国土面积为8.8万平方千米,因此只要在几个方向部署FK-3防空系统,就可以为塞尔维亚提供完整的防空防护能力。 塞尔维亚从中国引进FK-3防空系统,可以提升塞尔维亚整体的国防实力。 在不久前结束的大选中,武器齐连任没有悬念,不过一些反对派人士的力量也出现了壮大的趋势, 批评他过于倾向俄罗斯的政策可能给该国带来风险,对引发了一些动荡。 武器齐利用展示国防武器和装备的这个时机,等于给所有塞尔维亚人一种印象。 那就是,该国的国防力量还是很强大的,并非完全依赖某个国家和集团,特别是并非俄罗斯的代理人。 他和他的政治党会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。 展览还允许所有塞尔维亚普通民众入场参观,更能给老百姓一种直观印象, 那就是该国不会倾向于某一方。 所以,利用这种方式,武器齐也可以团结自己的支持者,甚至反对派,减少未来执政上的阻力。 武器齐强调,自己为塞尔维亚军队取得的巨大进步感到自豪。 他还特别提到,塞尔维亚是一个中立的国家,必须找到解决方案,使其能够保护自己的天空和国家。 此次装备的FK-3防空导弹的塞尔维亚部队,也是一支实力极其强悍的防空部队。 这支部队在南联盟时代,曾经使用前苏联的S-125防空导弹,直接击中了美国的F-117A隐身战斗机。 这也是全球首架在实战中被击落的隐身战斗机。 值得注意的是,FK-3防空导弹的性能,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出口实力最为强悍的一款防空导弹。 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进行了红旗9防空导弹的出售,而红旗9P防空导弹的射程已经超越了300公里,其性能远在FK-3防空导弹之上。 但是塞尔维亚方面并没有选择购买红旗9导弹的出口版本,这也是因为FK-3导弹的性价比更高。 这对于处于北约包围之下,至今对北约轰炸南联盟记忆忧心的塞尔维亚来说,相当于吃了一粒定心丸。 对中国来说成功地将FK-3出口到欧洲地区,本身也是一个可喜的突破。 未来我们在该领域的发展还有更多可能。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,这件事对中赛双方来说还有更多深远的意义。 在军备领域的深入合作是中赛两国友谊的具体体现之一。 首先,FK-3的引入证明中国军工产品在性能和价格方面都极具竞争力。 西方国家极为关注此次中赛安全防务事宜。 这也从侧面体现了西方红航对FK-3的一种肯定。 在价格上,武器齐说FK-3比同类系统便宜三到四倍,这方面应该是中国给了友情价。 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工业优势得以向军事领域扩展。 FK-3在保证性能的同时,其价格确实相对便宜。 而与此同时,美俄两国的军工产品在性能上普遍已无法与中国拉差距, 在价格上双方更不是在同一水平。 而这一现象又因为最近几年美俄军工的衰败变得越发明显。 同时,中国正保持着迎头赶上的势头。 不仅如此,武器齐在展览上表示,我在考虑采购中国L-15教练战斗机。 武器齐称,我正在考虑几种不同的战斗轰炸机类型的飞机作为采购目标, 比如中国的L-15超音速双发教练战斗机。 采购12架飞机的设计,我们已经谈判了很久。 最迟,明年年初,塞尔维亚将准备签订6或12架战机采购合同。 其次,作为一个小国,塞尔维亚具有足以抵抗周边各国的防空系统。 先进的防空系统很少有国家配置得起, 由于恶劣的周边环境对塞尔维亚来说又显得很迫切。 事实上,不管是欧盟、北约, 还是周边其他与塞尔维亚有矛盾的国家和地区, 都试图逼迫塞尔维亚在内政、外交等各方面让步。 塞尔维亚曾想从俄罗斯引入S-400防空系统, 不过由于价格昂贵, 最近几年也只有土耳其、印度这样比较有实力的国家才有钱购买, 并且土耳其、印度都因此遭到了美国的施压和反对。 此次运20跨越千里为塞尔维亚送货上门, 说明中赛友谊再次得到了加强。 中赛两国友好不仅仅是由于塞尔维亚在欧洲孤立无援, 其极须像中国这样具有实力的朋友, 还因为两国对当年北约的恶行带有共同的记忆。 带有这样的感情基础, 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一直在经受考验。 一直以来, 欧盟及北约都在拿中赛关系说是, 试图逼迫塞尔维亚放弃两国友好。 像这一次塞尔维亚引入中国防空系统, 欧洲的媒体全部都炸翻了天, 不断批评中赛两国。 但塞尔维亚一次次顶住了压力, 坚持了下来。 最终,中国通过运20机队, 跨越多个国家向塞尔维亚远程运送装备, 向外界证明了, 中国有能力从战略上对塞尔维亚提供支持。 相信经过这一次合作, 两国的友谊会再次得到升华。 5月1日, 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对塞尔维亚高调展示FK-3 进行了一番报道, 指出, FK-3导弹让塞尔维亚获得了强大的防空能力, 向北约发出了威慑信号。 美媒指出, 正是由于经历了北约的打击, 塞尔维亚才会非常重视防空能力建设, 对北约也是极为忌惮。 虽然每年的防空预算极为有限, 但是依旧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资金采购地空导弹系统。 虽然战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向塞尔维亚援助了多架米格29战机, 但是这款老旧的战机显然不能对抗北约国家装备的阵风、台风以及F-16战机。 而购买价格低廉的现代化防空导弹系统是目前塞尔维亚最好的选择。 从性能上来看, 虽然FK-3导弹并不是一款顶尖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, 但足以让塞尔维亚免受北约战机的威胁。 除了能够有效拦截包括台风、阵风战机在内的非隐身战机之外, 还能对在北约多国扩散的F-35隐身战斗机有一定的防御能力。 这对北约来说显然不会是什么好消息。 无论北约国家对塞尔维亚引进中国先进的FK-3防空导弹作何感想, 塞尔维亚都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提升本国的防卫能力。 随着北约的不断东扩,塞尔维亚已经深陷北约的包围圈, 升级自身的防空能力显得十分迫切。 我国提供的FK-3导弹,让塞尔维亚在有限的经费前提下 获得了超乎想象的防空作战能力,可谓是对老朋友的莫大支持。 我们下期见。